我先讲一下我们这个Chinese American doing well 就是说各种各样的指标 比如说我们的人口增长很快 我是1987年到美国来的 来的时候美国华人大概是在一百万 现在大家知道是多少吗 现在华人是5 million In my last 30 years, we doubled 5 times It's an amazing demographic change 第二就是我们教育方面也是非常出色 我们的华人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华人的这个在所有亚裔里面是仅次于印度人 我们的这个有大学和大学以上文凭的华人 占了几乎整个华人的百分之六十 almost 60% The national average is less than 40% So we are 20% higher than the national average in terms of college educated and above degrees 所以说高学历是没什么好说的 最后我们也是这个high income earners 这个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概念 这个美国的average joint household income how much 那么大概估计一下 五万七千块左右 五万七千 那么华人 现在的华人差不多是七万四千到七万五千左右 所以我们也将近比美国人均收入高了两万 当然这个指标最厉害的是印度人 印度人指标现在已经达到十万北京了 这个 这个 但是也不要忘记 这个 华人这个这个 我们这个data looks very good 但是 同时也有 相当部分的华人 的指标 问题也很大 所以在我们过的日子 达拉斯这么 awesome Chinese American的时候 也别忘记 there's another Chinese American community which is actually 所以我们华人依然有百分之十八的人 连高中毕业都没有 连高中文准都没有 这个 很多华人收入在四万五万块钱之后 也很多 最后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 这个 孩子们 这个 印象指标不过就是两样 自己 和自己的未来 我们的孩子们 doing very well 这张picture 是这个 white house intel 那个 award 这个得主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Half of the kids are Chinese more or less right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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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奖还是很有 有代表性的 这个 而且我也想 我们的孩子 在 在 Harvard Asian American is about 6% in this country but Asian American kids in last years Harvard is you have any sense? 22% 所以是 我们平均人口的 more than three times over represented in Harvard but we can do even better 因为 那么 所以说 对抗指标都非常不错 那我最后想想想 如果是对抗达拉斯的话 这几个指标可能 还要增长很多的百分点 我相信 达拉斯 join household income 可能会在十万左右 既然这个日子过得这么好 这个 我们还有什么问题呢 在美国 对吧 这个 那我现在就是稍微 focus on 这个problem 这个 有这么几项指标 第一个 是在 这个 这个 Chinese American 我当然用的是Asian American as a proxy Chinese American We have one of the lowest voter registration and the lowest voter turnout how 你可以看看底下这个表格 可能你们看不太清楚 这个 这个表格是四个足异的 最上面的60.7%是 是非拉丁裔的白人 他们在2012年的投票 2012年的总统大算投票 投票率是64.1% 整个非拉丁裔的白人 是64.1% 在第二个 53这个地方 第二条 是 这是黑人的 投票率 黑人投票率 超过 白人 达到了66.2% 是美国所有主义里面 最高的投票率 起码是在2012年那次的选举 所以我们常常看到他们的问题 但是 这个 人家也有表现 特别优秀的地方 第三 是 45.0% 这条曲线是 Asian 在最底下这条线 你看 我们Asian的performance 在2012年的投票率 是 47.3% 百分点 We are actually almost 1% lower than 最后一条是拉丁裔 是48% 大家也知道 拉丁裔的收入和教育情况比我们差很多 但是 我们的投票率还赶不上拉丁裔 第二条就是 呃 我没有具体的素质 但是我想大家自己都有感觉 We have one of the lowest risk in 这个 参与当地 这个 生活所在的社会里的Civic organization 也好 比如说像Foodman 比如说像 当地的很多 holiday的 charitable driving charitable giving 这些事儿 我们的参与率应该也是很低的 好 那最后 还有一个是在这个 自我管理 参与政府这个方面 我们也是one of the lowest rates 这个比如说参加当地的 homeowner association PTA school board 还有很多政府的 不管是市的 和州的一起的 有很多more than the commissions whenever there 啊 very few of us join that 这个 以及 local government 这个是最近 不久前 刚出来的一个 一个 一个研究报告 这是 呃 我不知道你们后面能不能看见 我可以稍微说一下 这是根据整个湾区 几个high tech company 就是非常最著名的一批 high tech company 他们根据一个叫EOC data 整理出来的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呢 呃 最左边这个可以说是 就是这几个公司啊 他们列的是 Data for Google 这个HP Intel LinkedIn and Yahoo 那里面有三块 最那个 那个绿色的 62.2 是白人 红色的27.2 是Asian 最后那个黑的是 10% 是Latino and black and others 是10% 那么 以这个为一个 baseline number you look at move to the next one in the middle 当我们从 professional的比例是 第一个 刚开始 professional比例 你看在座大家 在公司里干活 做 technology 就是 professional 第二个比例是 move on to managers 我们这个比例马上就降下来了 这个 在manager 这个白人的比例又增上10个百分点 那个 Asian 百分比又降了 也降了10个百分点 最后 最后上升到最高的executive 这个number 那 白人的比例又升到将近10个百分点 Asian 就变成了 13个百分点 这个 就是 就是 刚刚出来了 WanCity的一个报告 他们内容很多 我只引用了其中一条 好 这个 也是最新的一个 我们一个亚裔 一个think tank 做出了一个研究报告 现在 他说18.5个million Asian 其实这个数字已经老了 现在Asian在美国已经是20万 在20万里面 这个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 亚裔在 在board seat 各种各样的董事会上 占了2.6% 在CEO占了2.2% 在executive officer占了2% 就是在所有 Fortune 500里面的比例 那么 在底下 是 这个 Top 100 Nonprofit 就是各种各样的Social Institution里面 比如像 基金会 像这个大学 这些Social Institution里面 上面给的是 在理事会里面是占了2.5% 这边 右边这边是在Fortune Top 100里面 数字也是相近的 这个 甚至还再差一点 这个 再往底下是 Top 100 Foundation 里面 亚裔指在整个 Representation in high position 大概只是我们人口的三分之一 例如我们应该得到的Average只有三分之一 OK 那 我觉得现在最有意思也是可能大家都很熟的一个热门的话题就是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很好的一个话题 就是 Why the Indian Americans are so successful? 这个 我底下写 就是美国500强的企业里面 外籍的CEO一共只有75位 其中就有10位是印度的 有英国的是9位 中国香港的1位 这个中国台湾籍的1位 到目前为止 没有1位 这个 是大陆的 我们可能 你们说科技知道 过去 这个 Microsoft 有位叫 是吧 是我们的 Microsoft Senior VP 这个 但是他还没有做到 这个董事会 我们都知道 这个 Microsoft 这个 现在是被这位 印度裔的是 在做CEO 但是可能很少人知道 在Microsoft的董事会里面 Indians 是5 Indians of them now 在Citical Valley If you look at the mid-level management 就现在的mid-level 这个Indian American 比例就更高 所以说 大家可以想到 5年 8年 10年以后 Most likely 这个 Silicon Valley 的这个 Indian American will have even higher representation than then then now 所以说 可以想一个问题 在 不管是在东岸的 Wall Street 还是在西岸 Silicon Valley Indian American Indian American 在Top Exacted Position 上面 就是相关的几个 CEO CFO CTO 这几方面 都是Chinese American 5到6倍 左右 现在基本的数据 都是这个数据 大家要知道 我们Chinese American 到美国来 是1850年 就来美国了 印度人 基本上是1965年以后 才来美国 所以我们在这边 比他们 灯应该深很多 同时 Chinese American 比Indo American 人数要多 One Minute 大家可能都会想到 原因说 Why they're so successful 这个 会认为说 这个 印度人的英文很好 这个我们的英文 但是大家也不要忘记了 我们500万华人里面 有一半 是在这儿出生长大的 所以我们期盼 有250万华人 是在这儿长大的 他们的英语 都是Native language So English is important then that's not everything 至于这个 是什么原因造成 印度这个 郭肠 大家每个人都会 自己的想法 但是 I'm just pointing to 这个 fact 我呢 在威斯康辛的同学 去年 前年 这个做到 Rodgers University 商学院的院长 哇 我们很高兴都得庆祝 连那个 纽约 Times Square 那个大屏幕 新华社 把他和姚名字都放在一起 但是我就在想说 What's the big deal 这个Indian American 美国的Top 10 商学院 有一半都是印度人做 定 这个华人终于有一个做 Bunkers 可能前五十名都排不上 这个商学院 我们非常激动 所以说 这个 我们确实可以好好的想一下 这个 Why Indian Americans are so successful 而且是 cross the board 不是在某一个 光是high tech这个领域里 在这个 我刚才讲 在这 law firm 在大学 在Foundation all cross the board 这个 他们的这个成功 我觉得给我们有很多借鉴的地方 我们常常会想到说 什么 我经常在问的这个问题 常常大会说 我听到很多 我们华人说 这个 印度人喜欢抱团 再来一个就能把 弄好多人过来 我觉得 That may be small reason But that's You can't use that reason to become a CEO of Intel and Google 这个 大量印度人 这个非常西化 他们既有西方的 这种 cultural strength 和这个soft skill 也有 我们 华人和其他 作为低带移民的这个drive 这个美国人 就没有这个drive 所以说他们既有这个 咱们作为移民的drive 又有西方的这个skill 所以这两个combination is an explosive combination 我想讲这么多的意思说 其实这是我们华人的相对弱点的地方 那 我这些有些可能not very comfortable 我做一个总结 这个 一些negative perception towards Chinese American 有些公共的印象 觉得我们不够creative enough we are a little bit boring on the personality side 我们太关注自己的一些事 we are too much into ourselves not into others we are not civically engaged enough 这些 maybe true maybe not so true we are not good communicators we are not good leadership material 我只想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我在我们马里南所在的那个地方 一个county 叫做Montgomery County 我们当地有个 有每个县都有 叫Muslim council 就巴基斯坦啊 中东啊 很多这些人 我在他们那个advisory board上面 我们那个Muslim council 是一个县人 人数很少 大概只有四五千人 我们的第一次理事会 我是坐到背后被邀请去听 旁听的 我们开的第一次理事会 那个talking points 上面我记得有五条 其他几条记不住 但是就有一条 I will always remember 是讨论 我们Montgomery County Muslim council How to give back to the county 我就现在想 这不是过分批评 但我只是说提醒一下 比如像我们ACP 可能你们都做得很好 但是我们很多大陆来的这些社会团体 我们做了几十年了 When did we ever If ever have our board meeting specifically talk about how our group is going to give back to our local society 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的 We are a bit too much into ourselves and not enough into other people's affairs 那么我们自己作为移民在美国 可能也有一些活得不那么爽的地方 比如说我们感觉了我们在这个社会的margin 没有在这个社会的中心 比如说看的TV啊 都是一些白人在做anchor not very many ancient faces 我们好像没有人太关注我们的事儿 我们有些时候觉得有被歧视 有些时候 有些时候 有些时候觉得我们比如说我们的kids are not valued the same way as others 比如说在长天堂学校 是不是可能有歧视我们孩子的现象 不管是有没有 假如说是有的话 why why 这个 这些institution 他们对我们的孩子 和对其他 比如说犹太人的孩子 为什么有不同的 这个 这种 隐形的歧视 对吧 很多 我们很多这个第一代移民 也觉得在公司里面 这个爬这个公司的这个 corporate letter 爬得很辛苦 很多人都很早就give up 对吧 以及最后就是在美国生活 是不是作为一个第一代 因为缺乏一些 这个生活的purpose 和meaning 这些问题 所以说我在想说 what is the root cause 如果我们真的能 point our finger to one thing 我自己的感觉 maybe not right 我自己觉得就是 我们华人缺乏 这个Civic engagement 这个Civic engagement Civic engagement 我想了好半天 怎么翻成中文 怎么翻译 我想了就是公民的社会参与 或者是说 再说白了 就是对他人事物的关心 对社区的关心 这个 这个 这个概念在中国是比较陌生的 应该说 我们之所以这样也不完全怪我们自己 因为我们中国文化的传统 这个就不需要你去做这个Civic engagement 不管是皇权时代 还是过去这几十年 我想没有人鼓励大家去做这个 real citizenship 这种事 这个是对自己 周边的生活进行参与和直接管理 这个是我个人认为是个最主要的原因 原因很多 但是这个我觉得能够是说明问题的 我想做一个比喻讲一下 就是说大家可以想一下 夸张一点讲 夸张一点讲 我们如果一个人的生活可以分成两半 有一半是叫Civic life 或者是Public life 有一半是叫Family life 或者Private life 我们觉得我们华人现在 我们的Family life 和Private life We're doing very well actually pretty good 但是呢 我们在Civic life和Public life方面 We're almost giving up on that 尤其是outside of our own Chinese American community 我们没有参与这个公共生活 没有参与Civic life 那这个很难谈话 但是说如果是说一个人在美国 你只能享受一半的American life or just 50% half of the fun of American living You cannot fully appreciate that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不完整的一个life in a way 也就是我当想起的一个国内流行的 那个网络语 你们可能都熟了 叫好山好水好寂寞 好伤好乱好快活 那么国家 你在美国只能live half American life 你怎么会不寂寞呢 尤其那一部分是跟社会 跟他人打交道的那一部分 你都give up 当然我也相信大家有生活的很多好朋友 我们华人经常enjoy together 但是beyond that 我们真的是没有太多参与美国的社会生活 所以说you don't have a lot of fun you have a lot of寂寞 最后我想讲一下 这个 最后我想讲一下 civil engagement is so important 这个 我们 我们现在 这个 有点 觉得啊 就是说我们 比如说 呃 我们 不够有 这是人家的一些perception on us 我们不够有创造性 我们有点born 就还看我前面 刚刚讲过 看看 啊 好像是 给我弄颠倒了 我先说呢 这个为什么civil engagement is very important 我觉得这个civil engagement 这个广应讲 能够帮助我们 很多实实在在的 我们需要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生活中 这个塑造我们的交 这个沟通能力 我们孩子这个 成长的个性 这个怎么跟社会打交融 这个 改变我们的形象 在公司 可以climb 那个corporate ladder 很多很多这样的 诗迹 受益 非常practical 这个help 但是呢 on a more fundamental level 这个 more than a practical matter 我讲呢 就是说这个 civil engagement that's the most unique American way 我真的是想来想去 就是最突 最突出的 美国生活的特点是什么 真的是觉得 是因为美国人这个 大量的 参与这个civil engagement 也就是说自己 周边社会的事务 自己的参与 从不管是从 学校的PTA 到school board all the way 当地的civil organizations charities 美国人真是大量的 投入到这个时间和精力里面 我们这方面是要有点差距 但是说的稍微 复杂一点的话 就是说 这个civil engagement 也是人 生活这个 价值和 meaning 很重要的一部分来源 这个 调整的书袋子 就是 学过最简单政治学的 都知道这个 亚利斯多德 这个 就认为 human beings tend to come together to form a community 或者用他们希腊语 说就form 叫polis P-O-L-I-S 这个polis 也是politics的根源 这个词根 这个politics comes from polis 也就是说 一帮人在一起生活 构成了一个新的community 就是politics 那么 亚利斯多德认为 一个人 只有在这种polis 或者在一个 自己组成的community里面 而不是自己的family life 才能实现自我的价值 这是他的一个非常 呃 强的想法 一个人才能够fully flourish fully realize human potential 这个 所以说我也说 我们Dallas Chinese Committee 如果都像ACP这样子 可能会有很多帮助 这个 反过来其实讲 尽管中国这个文化传统 有这方面严重缺陷 但是 我们的文化里面也有一些这个讲究 比如说 鲁家的这个 什么先天还之悠而悠 后天还之乐而乐 对吧 呃 还有我们 常常隐 郎郎上口的这个 这个修身 齐家 治国平天下 我就说只不过是 后面两项嘛 这个治国平天下 好像都给忘了 呃 一般 前面修身齐家做的比较不错 呃 呃 最后 我们小时候 我这个年纪的人 小时候 我常常要说很多 我一下想不起来 很多 你们可能都比我知道的 还多的 我们说到 广播农村锻炼自己啊 要解放 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啊 什么 所以 还有我们提倡学的火雷锋那些 all these cases 都可能是中国版本的Civic engagement 最后 我觉得 用今天这个 大白话 也可以说 要大家一起玩才有意思 对吧 这个独乐的不如重乐的 呀 ok 这个 但有人就喜欢独乐的 也 its ok 最后 我想讲的就是 一百七十年前 我们 华人 到美国 一八五零年 来淘金 这是当当年的 淘金加州的当Picture 其实呢 大部分人并没有发太多财 当然也有些发财 我觉得一百七十年以后的今天 我们其实 需要再一次去 climb the new gold mountain 这个新的淘金 应该淘什么金呢 我觉得 这个 我们真的是应该 新的金山就是 public service voluntearism charity 这个 civic engagement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at whole area is 对我们来说 是个新的领域 而且这个领域 尤其在我们下一代 会对他们生活带来很多 这个 real gold we're gonna hit the mother node very soon we all work together 所以这是我在现在想的 我们要新的金山 不是在过去发财 这个 which is important 但是我觉得我们 尤其是在我们的社会服务 社会参与方面 好 最后 这是一张一百五十年前的和隆 美洲大铁路建成时候的相片 那么据说你们一个华人都没有 这个最难最最艰难的一部分 主要是华人修了这个铁路 这边是几年前 我们一帮华人重新在犹他州造了一张像 把这个利息给补起来了 那我结果呢 就想跟大家分享最后一个小故事 就是 my really favorite story 这个叫central railroad company 当时build the western part most hardest part of transcendent continental railroad 西边这个公司 从Sacramento修往东修 穿过这个Sierra Nevada mountain range 这公司呢去招人 招半天招不到太多人 这个 they really need more people to work 最后董事会开会 讨论这个缺人手怎么办 结果有一个人就说 这个 听说我们加州这帮老中还不错 干活还可以 然后一下子董事会 然后 everybody stood up is not for that against that idea they think the Chinese are too short on average weight 120 pounds they're not going to work together with the Irish boys and they are 这个 这个修铁路是high tech Chinese cannot do that 最后 这个公司的主要founder 之一叫Charles Crocker 这个Charles Crocker 越听越不爽 最后站起来说 didn't they build the great wall in China so we all know the rest of this history so my last word is that if our forefathers can build the Transcontinental Railroad 150 years ago in those harsh conditions what is going to stop us today from achieving more for our generation thank you you